男朋友会在什么时候对你吓头 他怎么了 不知道啊 我今天叫莫克出来吃饭 他为什么不出来啊 他是不是不爱我了 你们平时感情不是很好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做的一些事情 让他太吓头了 天爱的 你看到我都挂呼刀了吗 我的脱毛衣没有找到 我就用一下你的挂呼刀 在一起久了以后 我会藏不住自己的不小蝙蝠 怎么这样 你能不能好啊 听我说话 现在都凌晨两点了 我都讲了三遍了 好 那我问你啊 今天那个同事是哪里人我不高兴 A 抢我功劳 B 偷用我的函数红蛮腰 C 在背后说我坏话 我选B 你上次就选了B 这一次是A和三 他一定是对我吓头了吧 你不是莫克的朋友吗 你说说 这个时候男生心里都在想什么 正常男人肯定很吓头啊 哪有人喜欢自己的女朋友 这样剃腿毛 还这样对自己发泄情绪的 很莫人 但莫克他不是正常男人 他是个恋爱脑 他用你的剃须刀刮腿毛 对啊 怎么能这样 太粗线条了 就是该教育教育他 是我太粗线条了 我的护杂那么测 对他腿部感染了怎么办 我应该给他办张美容用的会员卡 不 直接在家里开个SPA馆 给他天天在家里按摩 啊 他把你当情绪垃圾桶 让你睡不着觉 你还笑得出来 他把最失态的一面展露给我 就说明我是他最亲近的人 他充分信任我 你都不成信吗 对 我是个人生气 小刘 帮我调查一下 公司里是欺负事情 给我开展了 你不知道吧 他有多喜欢你 不管你做什么 他总是觉得你是最可爱的 真的吗 莫总的恋爱脑啊 都够抓他去挖一百年的眼泪了 但是 自从你上次 他是真的对你失望了 要看一下 才能 喂 什么 哦好我马上过来 公司出了点事我先回去了 他一直觉得差你一个求婚仪式 其实那天 他是准备跟你求婚的 那我都不知道 我现在 我现在要给他解释一下 我也没有 我有重要的事 先过来 我 在恋爱脑的人 在一次次失望之后 爱意也会消失 江女士 要看一下菜单吗 打开 打开 石秦 我喜欢你跟我抱怨的样子 喜欢你睡觉打呼噜的样子 喜欢你喝酒发酒疯的样子 喜欢你喝酒发酒疯的样子 喜欢你三百六十五种样子 喜欢你三百六十五种样子 我真的喜欢你 从来不会觉得你瞎懂 石秦 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有种预感 有一天 我们会结为真正的夫妻 所以你现在是在跟我求婚了 这里面是我所有的房产证 保险金 车钥匙 也是我全部的家的 我 嫁给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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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来了 她们会像我一样 爱一样 缘初呢 石秦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江石秦 我又娶了你一次 我愿意 我愿意 Zither Haro